肥胃和食道之間有一组肌肉 这组肌肉叫下食道肥胃 它的作用主要是活门 防止肥胃的食物或胃酸 倒流到食道 吃饭时肥胃会开了 当没有食饭时肥胃会关门 如果病人有胃酸倒流的情况 这组肥胃肌就会失去功能或长期松弛 吃饭或不吃饭时肥胃也会开住 所以形成了胃酸倒流的现象 长期吸烟、饮酒的人、孕苦、肥胖的人 生活紧张、性无定时或不良饮食习惯的人 另外有横甲膜散气的人 也会容易有胃酸倒流 其实胃酸倒流主要是胃酸涌上食道 最主要是影响食道的黏膜 胃酸侵食了食道的黏膜时 可以引起发炎 严重的话可以引起溃养 长时间的发炎或溃养 之后可以引起食道收窄 当这个发炎情况持续或很严重的话 可以出现一些癌前的病变 例如巴洛士食道症 如果有巴洛士食道症的病 患有食道癌的风险 会比一般人大很多倍 除此之外 如果胃酸溶到上喉咙或咽喉的部分 其实都可以影响慢性咽喉发炎 慢性咳嗽 或者是有些情况是影响气管 可以引起哮喘 治疗胃酸倒流 我们主要分为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 药物治疗主要有抑制胃酸剂 H2受体阻断剂和质指泵抑制剂 我们通常都会建议病人用质指泵抑制剂 因为那个药效会比较好 他们主要的功能就是 它抑制了胃里面细胞的质指泵 然后可以有效地降低胃酸的分泌 从而控制到胃酸倒流的症状 传统的质指泵抑制剂 主要的药效会比较短 而改良的质指泵抑制剂 可以是有两段的释放技术 所以药效会长一些 以及控制病症会比较持久一些 如果有些病人年纪比较年轻 或者他本身有一个横胳膜散器的话 而他又不想长期吃药的话 可以考虑做一些手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